大家好 从现在卖到将来 从物质卖到思想 独家刊登了日之心关系调整 药缸的元件 同时还发表了揭露王国的和平条件社论 天下未知大化 这就是著名的高陶事件 第二天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发表了 蒋介石为汪日密约告全国军民书 他说日汪密约把禁卫声明 东亚新秩序的一字一句都具体化了 骨子里暗藏着利刃 比之21条凶恶十倍 比之王涵手段更加毒辣 他号召中国人民光复山河 当敌汉奸兴山 报复先烈仇恨 同日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 也发表了题为全国同胞起来 反对汪派卖国密约的社论 社论里边说 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 一条就是坚持抗战的道路 中华民族所走的道路 中华民族的生路 一条就是对日投降的道路 汉奸汪精卫及其他投降分子所走的道路 中华民族的死路 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后来啊 还是在杜月笙的帮助下 陶西盛九死一生的 躲过了日军在香港的搜谷 千辛万苦回到了重庆 蒋介石对他啊 并没有一丝的怀疑或者是歧视 也没有在他的党里啊 去注明限制使用 而是给了他极大的信任 在高陶事件中 功勋卓著的万宾如 又回到家里 继续做他的家庭主妇 相夫教子 其乐融融 同样功勋卓卓的陶秦勋 则来到了西南联大的外语系 成了一名高材生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呢 他结识了同学陈莲 也就是陈布雷的女儿 从此成为了干党相照的 好闺蜜好朋友 可以这么说 他最终拒绝了父亲 带他一同去台湾的 原因很大程度上 与这个好朋友是有关的 那福西获西 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啊 民族矛盾下降了 阶级矛盾呢上升了 说句老实话 蒋介石那一套臣府的什么儒家治国方略 以及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 这个陶秦勋啊 他并不知道 这本书是出自他父亲的手 那根本不是毛泽东的那个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对手 当时啊 革命老人谢绝哉就说 为什么全国进步人士就如潮水般的涌向延安呢 因为延安有民主 全世界进步人士 为什么称赞延安呢 说中国你不到延安 等于就没有到中国 因为延安有民主 抗战以来 延安的文化经济 军事各方面的进步和动员 为什么全国所不及呢 因为延安有民主 这陈连啊 天天的就给这个陈秦勋 就给他讲 介绍 这个共产党的清廉政治 天天的给他揭发国民党的腐败证据 后来啊 这个当陈连夫妇 这个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犯的这个逮捕的时候 陈秦勋曾经还发出这样的问 为什么好人都是共产党呢 其实啊 他不知道的是 陈连那时候已经是老党员了 1939年的时候 还在读高中的陈连 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以后呢 去新南联大读书 跟他接的那个 组织关系的地下党负责人啊 袁永熙 后来就成了陈连的丈夫 1947年夏天 陈连呢 把准备结婚的消息呢 写信告诉了爸爸陈不雷 陈不雷啊 担心这个未见面的这个女婿 是个共产党 就拖了个当时任这个国民党 北平市副市长的张伯锦去调查 张伯锦就问了吴晗 叶公超和朱自清 吴晗呢 是袁永熙在西南联大的好朋友 这叶公超呢 是袁永熙的姐夫 朱自清和袁永熙的另一个姐夫 是朋友 他们啊 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 袁永熙是个正派的好青年 不是共产党 只是有点左倾而已 于是陈不雷啊 就感到很宽慰 他说 哎 有点觉起 左倾没关系的 连而找的人呢 那总是左的 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 然而啊 8月10日 陈莲跟这个袁永熙 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 蜜月这一结束 就被捕了 后来啊 特务们还确实没有查出来 他们的中共党员的身份 于是呢 就被保释出狱了 陶欺勋啊 就这么一天天左倾 陶欺勋呢 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 这个一生跟人有过无数论战的雄辩家 却一点也辩不过自己的女儿 不是他辩不过啊 是谁也辩不过 40年代的时候啊 美国纽约曾经有一场大辩论 辩论的题目呢 就是美国应该支持民政言顺代表中国 却因腐败而人心尽失的国民党 还是支持政治清廉 却与政府分庭抗礼的 共产党 甲方的代表呢 就是林语堂 还有众议员什么 尤德 他们呢是支持国民党的 乙方呢 是这个史姆莱特 还有这个美国作家福尔曼 他们呢 是支持共产党 这个遍体一出啊 双方唇枪舌舰 高潮迭起 史姆莱特就用了一句 就让甲方给闭嘴了 你们听说过中国共产党人 跑到美国来向福吗 你们见到过一个共产党人 在美国购置产业吗 后来啊 陶清新也恋爱结婚了 丈夫呢 叫沈苏儒 是个比沈君儒年轻40岁的堂弟 新闻记者 因为职业关系啊 这个 他采访过很多的中共人士 比如说周恩来啊 范长江啊 梅毅的 他对这个陶清新就说呀 他采访的这些中共人士 那是温文尔雅 可亲可敬 一点啊 都不像是国民党宣传的那样 中共建政了以后呢 这个沈苏儒 就去了万文出版社的 人民中国杂志社 去做了一个编辑 而陶清新呢 就去了全国总工会的国际部编译处 1957年 党号召大明大放 向党呢 提意见 于是呢 这个陶清新啊 就认为 靠拢党 那就要响应党的号召 要提意见 于是呢 他就在这个大明大放的这个会上啊 就做了一个发言 说呀 这个领导 因为他是战犯的女儿 对他 不信 结果呢 他就成了一个右派 陶清新啊 跟他的好朋友陈连 那真是命运多舛 陶清新呢 成了右派 老公呢 却不是右派 陈连呢 不是右派 袁永熙呢 却成了右派 陈连后来被迫 与袁永熙离婚 带着三个孩子 来到了上海 在华东局宣传部 任处长 而且呢 依然还是这个 全国政协委员 但是 1961年 11月19日 他跳楼自杀 年仅 48岁 陈清新呢 没有自杀 他顽强的活着 而且呢 他还一直与父亲 陈西盛 有书信往来 当然啊 这是组织上特批的 因为这属于统战的一部分 陈清新的那个长子啊 沈宁就回忆说 有一次呢 这个母亲啊 就让他陪着 一块呢 去邮局 给他的外公啊 寄一件景泰兰 母亲说啊 再过一个月 外公就要过生日了 我呢 要把景泰兰 给他做礼物 沈宁就望着妈妈 说不出话来 他妈妈就继续说 说外公以前啊 跟周恩来很熟的 所以呢 我就给周恩来写个信 我要求允许啊 与外公取得联系 周恩来批准了 所以呢 我可以跟外公 通通信往来 只是呢 这些信件和包裹啊 都要经过 有关部门的检查 沈宁呢 就问他妈妈 说你爱外公吗 陶秦勋点点头说 我很爱他 他也很爱我 很多年了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 1966年春天 陶秦勋呢 换这个急性的 泪风湿关节炎 文革开始啊 他就被送到这个农村去 劳动改造去了 可是呢 他弯不下腰来 只能跪在水田里边尬活 最后呢 就栽倒在水田里了 1975年啊 陶秦勋收到了 五地逃犯生的美国来信 而且呢 给他寄来了美国的特效药 可是呢 这药 他只收到了这一次 之后的药啊 全部都被查扣了 三年以后 1978年 8月14日 陶秦勋在病痛中去世 享年 57岁 这时候啊 陶秦胜 80岁了 在台北呢 得知了这个消息 彻夜未免 他想起来啊 当初三岁的长女 立珠夭折的时候 就曾让他痛不欲生 如今次女去世啊 仍然他不能够亲临悼念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 他灰泪 写下了这样几句诗 生离三十年 死别赴茫然 北地哀鸿在 何当到海边 好 我们下期见